大家好,欢迎来到分享图一 今天准备和大家分享一道美味的家常菜 首先把排骨用面粉抓洗干净 洗用面粉能有效的去除血水 还有出腥味 然后过水几遍 接着用厨房纸或者干净的布 吸干排骨上面的水分 随后加入两勺干淀粉 用手抓揉一分钟 这样做可以有效的防止排骨在烹饪的时候出水 然后加入一汤匙生抽 给排骨腌个底味 小许的胡椒粉去腥 再来半勺白糖 再次抓揉均匀 最后放入小许的食用油 封锁肉汁 抓拌均匀 先放一盘 腌制备用 接下来准备小许干葱和一个大蒜 尝出放好备用 两根少葱和一根芹菜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尝出 分别放好备用 然后准备一个去皮的芋头 先切成厚片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 盛出 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一根腊肠 切成薄片 盛出 放好备用 随后把锅预热 先不用放油 加入排骨 先把排骨摊平 不要动它 中火煎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再翻另外一面 继续煎一分钟 好了 一分钟之后 加入小指油 加入干葱和大蒜 还有腊肠 烤所有食材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想更香的话 在锅边淋入一汤匙料酒 再炒半分钟 然后把切好的鱼头 也倒进来 一起翻炒均匀 这时候 倒进清水 没过食材一大半就好了 煮鱼头的水 要足够 然后放入一勺白糖 半勺盐 整理一下 盖上盖子 调成小火 焖煮十分钟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打开看一下 要想知道鱼头煮的时间够不够 用筷子插进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能轻松插进去 就证明可以了 随后改成大火 收一下汤汁 但不要收得太干 煮一分钟左右 接着加入100毫升椰浆 分三次加 加完两次 再煮一分钟 就差不多了 汤汁煮到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剩下的椰浆 加进来 翻拌均匀 最后加入葱白和芹菜 就可以关火出锅 然后把食材放进砂锅里 出锅前淋入一瓶干料酒 增加香味 最后放上葱叶 点缀一下 就可以开始了 放进砂锅里 保温效果最好 特别适合天冷的时候吃 朋友们都学会了吗 喜欢这道菜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